先生你好 跟我們講一下當初什麼原因開始的 其實沒什麼原因 因為我阿公以前都會去接駕媽祖 對然後我想說身為台灣人 因為我阿公後來走了 然後想說身為台灣人 我去看看阿公為什麼每年都要去接駕 對 所以阿公的這個信仰影響到你 對算是 他在走的過程應該有在懷念阿公吧 也是有 然後都全程突破 全程突破一開始其實第一次走的時候 因為走片段嘛 就是跟著走邊走邊玩這樣 對然後後來 某一次就想說我們試著全程突破看看好了 對 然後才開啟了這個這個集園 然後越走越有信心 對 那為什麼一直走 是因為我有一次在全程突破的 第一次全程突破的過程中 我在虎尾肯弟弟那邊 那是一個非常鄉下的地方 那時候那邊都沒有燈 我看到一個八九十歲的阿嬤 半夜拿著一個一壺熱茶 出來請大家喝 好 雖然天氣很熱 我還是把那杯熱茶喝下去了 這個心裡就很感動啊 對 他也想盡他的心力 對 他盡他的心力 然後他也在等媽祖 一個鄉下地方的阿嬤 怎麼可能平常三四點不睡覺 在那邊 還在那邊做這件事 真的很感動啊 所以即使是一個人在路邊捧著熱茶 更讓人家感動 對 你有沒有因為這幾年的這個徒步 讓你的各方面人生啊工作比較順利 有 當你不順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這個這麼辛苦我們都走過來了 也沒什麼撐不下去的 對 所以無形中還是有得到一些祝福 對啊 就是得到一些正能量啊 每年就是來充電一下這樣 那你今天比較特別是帶著你太太 你要不要講一下你們一直都是兩個人嗎 沒有他今年是第二年 對 因為他去年車禍嘛 手斷掉啊 剛好就跟著我走之後 他就有興趣 也跟著下來走了 那麼講一下夫妻一起走 有什麼訣竅會不會吵架 吵架嗎 都是比較少 但是偶爾還是會有一些意見分歧的部分 對激烈溝通啊 是應該什麼時候休息 有時候會意見不同吧 因為他有時候很累 會累到不想走 所以他會比較想休息 那你就覺得拖累你的腳步 也不是拖累我的腳步 我會覺得還沒有到 預定的目標 對 我會說這樣子你明天幾點 可能很早就要起來 現在提早休息明天就更累 就對了 這樣從去年到今年有沒有比較順利 你們溝通比較順利 比較順利 今年就好很多 這樣子這幾天即將結束 對 心裡會不會有點失望 會有點捨不得啦 真的啦 說實在 就覺得好像已經過一半了這樣 歡樂的時光過得非常快就對了 沒錯沒錯 那就期待來年了 對期待來年了 每年都很期待 是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咱們 先按下 高數